在伦敦海的公园以南,白金汉宫以西有一座博物馆,名为VNA,也就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,纪念着这对英国史上有名的君主夫妇。 维多利亚夫妇抗力情深,可惜没有能白头偕老。 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64年间,有21年是和夫君阿尔伯特一起度过的,差不多只占了她君主生涯的三分之一。 但他们夫妇俩对整个欧洲各国王室的影响深远而悠久,现今欧洲的10位在位君主中,有5位是他们俩的后裔。 在阿尔伯特英年早逝之后,维多利亚女王整日穿着黑色衣服身居剪出,悲伤寡妇的形象伴随了她整个后半身。 不过在女王多年的寡居生涯中,生活倒也不是一点波澜也没有。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维多利亚女王人生中最著名的两段黄昏恋。 这两段感情虽然从未被官方证实,但却非常有名,以至于分别由两部电影讲述了这两段往事。 两部电影都由著名影星朱迪丹奇来饰维多利亚。 嗯,如果大家觉得朱迪的脸有点熟悉的话,那么大概率你是记得007中的M夫人? 好了,废话不多说,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吧。 1861年,阿尔伯特亲王不幸染上了伤寒。 42岁正当壮年的他没有躲过疾病的侵袭,于当年过世。 维多利亚女王极度悲伤,从此之后就鲜少出现在伦敦。 大部分时间他都居住在温莎、苏格兰的巴尔摩勒城堡,或者位于英格兰南部的怀特岛的住所,奥斯邦。 奥斯邦和巴尔摩勒城堡一样是阿尔伯特购买的子弟。 阿尔伯特去世前是毫无疑问的一家之主。 维多利亚自打结婚后就忙着生孩子去了,21年间生了9个孩子。 家中大小事务就都由阿尔伯特主持,什么买宅子啦,孩子的教育啦,甚至女王和首相议会间的诸多事宜都由他决定。 他还在百忙之中做了剑桥大学的校长。 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乐于退居二线,当起了家庭主妇。 虽然贵为国家的大女主,但是维多利亚观念传统,比如英国议会提议通过妇女投票权的法案,女王对此还持了反对意见,当然后来法案还是通过了。 在丈夫去世后,女王感觉生活一下子少了主心骨。 再也没有人替他做任何决定了。 那年他在怀特岛度假,他的女儿看他即使在度假也梦梦不乐的样子,就想着让他去户外运动运动骑骑马。 于是,位于苏格兰巴尔摩勒城堡的马官约翰布朗,就被请到了怀特岛。 约翰布朗是阿尔伯特亲王深浅的一位仆人,是苏格兰当地的农民家的儿子。 早年他因为年轻力壮又熟悉当地的地形,就被指派为阿尔伯特亲王的打猎助手。 后来深得亲王幸证,成了他私人马匹管理员。 维多利亚也认得约翰,对他比较放心,就听了女儿的话,跟着他出去骑马散心。 约翰是个粗犷的汉子,身高一米八,男子气概十足。 别人都对女王恭恭敬敬,小心翼翼,唯独他对这女王从来不唯唯诺诺,该说啥就说啥。 维多利亚和他在一起觉得很自在,似乎找回了有人依靠的感觉,就把他身认为贴身男仆,从此形影不离。 不出两年,英国上流社会就开始流传,关于女王私人生活的各种绯闻。 把女王和约翰的关系说得很不堪,说女王的卧室和约翰相连,甚至有人给维多利亚取了个昵称,叫她布朗夫人。 在瑞士还有消息传出,说女王和约翰布朗已经在瑞士偷偷完婚了,甚至还有了孩子。 女王的儿子女儿们都不喜欢约翰,尤其是王储艾德华,不仅仅是因为绯闻让他们都难堪,还因为约翰管着女王的方方面面,有时候即使对他的子女说话也丝毫不给面子。 不止一次,艾德华在约翰那里吃了鞭。 约翰自从服侍维多利亚之后,一辈子所有的时间都铺在了女王身上,他很少休假,也没有结婚。 维多利亚一生给他颁过两次奖章,嘉奖他的忠诚,还送给了他苏格兰巴尔莫勒附近的宅子。 当然,约翰很少有机会居住,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约翰依然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 约翰死于57岁,陪伴了维多利亚18年,几乎和阿尔伯特亲王的陪伴时间差不多长了。 他死后,维多利亚铸造了真人大小的铜像纪念他,女王还在信中写道, 或许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像我们一样关系那么亲密,友谊那么温暖的主仆了。 我的人生第二次因为失去而那么悲伤。 而他说的第二次应该对应的就是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第一次吧。 维多利亚死后,他的许多信件和日记都被他的女儿处理了。 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甚至把王公所有关于约翰的东西,包括照片和画像都销毁了。 不过,总还有些蛛丝马迹被记录下来,比如维多利亚女王百年之后的棺果中,除了有阿尔伯特亲王的衣服, 还根据女王的遗嘱放了约翰布朗的画像和一柳头发,以及一枚约翰送给他的戒指。 戒指是他母亲传给他的。 约翰去世的那年是1883年,五年之后的1887年,维多利亚迎来了他登基50周年惊喜纪念。 此时的维多利亚不仅是英格兰、苏格兰和阿尔兰的女王,她还拥有了一个新头衔,印度女皇。 维多利亚一生从未踏足印度,却对这个东方国度充满了好奇心。 女王的管家投其所好,从印度招募了两位仆人。 这两人于是分尘仆仆地坐着针去轮船到达英国,第一次面见女王,便匍匐在地亲吻她的脚。 他们两个一个较黑较矮,另一个体型高大,肤色也略白。 对于男士的外貌比较在意的维多利亚女王, 便对其中这位高大的印度仆人产生了些许好感。 她的名字叫阿普杜尔·卡里姆,我们就简称她阿杜吧。 阿杜不仅外表英俊,性格也外孝,非常会和女王套近乎。 她原本的职位只是服侍女王用餐,但她却借机向女王抱怨说, 自己之前在印度是做文员的,也受过良好教育, 如今的体力劳动太低贱辛苦了,想回印度了。 女王为了留住她,马上就把她的职位升任为教师, 负责教女王印度的乌尔都语。 这下,阿杜的话匣子打得更开了,和女王从政治聊到哲学。 而另一边,女王的学习也很认真, 在她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乌尔都语的学习过程。 比如,今天做了翻译,女王很思念阿杜, 女王给了阿杜一个拥抱,等等。 随后阿杜便一路高升, 不仅自己在英国王宫的地位大大提升, 几乎算是女王的私人秘书了。 获赠无数珠宝之外, 连带她的父亲在印度也得到了丰厚的养老金。 更让人吃惊的是, 阿杜和女王的亲密程度, 似乎要赶上之前的约翰布朗了。 女王不但把温莎城堡内原先约翰的房间让给了阿杜, 还和阿杜两人亲密出行。 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有一处城堡外的小宅子, 之前女王只和约翰两个人去过, 如今她把阿杜也带到了那里, 甚至有一次彻夜未归。 在女王人生的最后十年, 所有的出国访问和旅行, 只要阿杜在英国都必定会陪着。 女王的进程, 包括子女都对阿杜非常反感, 他们觉得阿杜并不像之前的约翰那样, 真心忠诚于女王, 他只不过是利用了女王对他的宠爱从中掘取利益而已, 而且他们都认为阿杜傲慢无礼不知轻重。 比如在宴会上, 如果阿杜被安排和下人坐在一起, 他就会奉而离席。 而维多利亚呢, 每次都站在阿杜这边, 把所有他周围的人对阿杜的讨厌, 都看作是他们的种族歧视。 1897年, 女王迎来了他的钻石洗, 也就是登基60周年纪念。 阿杜联系了伦敦的一家报社, 安排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, 发表在报纸上。 照片中, 阿杜站在C位, 眼神犀利地盯着镜头, 而女王则低头坐在一边, 似乎暗示了两人关系中微妙的平衡关系。 同年, 阿杜又打算为女王要封上, 得到爵位之后, 别人称呼他就不再是Mr, 而是Sir, 女王也同意了。 但是最终, 在群臣的一致反对下, 受决之事才作罢。 但是阿杜还是得到了皇家维多利亚勋章。 阿杜有一点和约翰布朗很不一样, 他是有家式的。 为此, 维多利亚为了让阿杜安心待在英国, 就把阿杜的母亲和老婆一并接到英国来, 给他们一家在温莎, 巴尔莫勒和怀特岛都买了房子, 方便女王到哪儿, 他们就跟到哪儿。 有一次阿杜生病了, 在家养病, 维多利亚就时不时把自己的办公地搬到了阿杜家里, 让自己的私人医生给阿杜治病, 还亲自在房间里给他端茶滴水。 阿杜比女王小44岁, 女王怕自己百年之后阿杜没有了依靠, 就在印度他老家赏赐了他很大一块地。 1901年, 81岁的维多利亚寿终正寝, 正如女王所料, 阿杜被赶出了英国宫廷, 勒令回国。 回国前, 爱德华七世派人上门, 到阿杜家命他交出所有女王给他的信件, 并把这些信都烧了。 阿杜回到印度后, 成了当地的富豪, 但他的寿命不长, 只活到了46岁。 关于维多利亚女王和两位密友的故事, 因为有太多直接资料被销毁, 另有一些, 至今被藏在英国皇家资料库中无法公开, 所以各种说法都有。 在目前流传下来的女王的书信和日记中, 我们能看到, 维多利亚对约翰布朗基本以朋友相称, 而面对阿杜, 则说自己是Your loving mother。 从女王的种种行为来看, 即使没有发生史上的欲据行为, 对他们应该也是有超越友谊的情愫在的。 约翰和阿杜能带给他的精神满足, 是他子女、朝成和朋友无法给予的。 至于有没有统坡的层纸, 或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